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13年6月26日 即维尔逊入主白宫仅三个月 弗吉尼亚众议员银行家格拉斯 在众议院正式地抛出了B计划 格拉斯提案 他刻意地避免了中央银行等过于刺激的用词 代之以美联储 9月18日 该提案在多数众议员不知就里的情况下 以287对85票获得了通过 该提案被转送到参议院后 变成了格拉斯欧文提案 参议员欧文也是一位银行家 参议院的提案于12月19日获得了通过 此时两份提案中尚有40多处分歧有待解决 按照两院的惯例 圣诞节前的一周之内不会通过重要的法案 按照当时两院提案的差距推算 在正常的情况下 只能等到第二年再进行讨论 所以许多重要的反对该法案的议员 纷纷离开华盛顿回家过节去了 此时在国会山设有一个临时的办公室 在占地直接指挥的保罗沃伯格 瞄准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 发动了一场闪电战 在他的办公室里 每隔一个小时就有一批议员赶到 商讨下一步的计划 12月20日星期六晚上 参众两院召开联席会议 继续商讨重要的分歧 此时国会弥漫着一种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在圣诞节前通过美联储法案的气氛 白宫甚至在12月17日宣布 已经开始考虑第一届美联储董事成员的名单 但直到20号晚上 重要的分歧一个也未能解决 看起来要在12月22日星期一通过美联储的法案 已经是不大可能了 在银行家们的催逼之下 联席会议决定 21号星期天全天继续开会 不解决问题 绝不休会 到20号晚夜 参众两院在若干重要问题上 仍然是没有达成一致 这些分歧包括美联储地区银行的数量 如何确保储备金 黄金储备的比例 国内国际贸易中的货币结算问题 储备金更改提案 美联储发行的货币能否成为商业银行的储备金 政府债券作为联储货币发行抵押品的比例 通货膨胀的问题等 在经过21日紧张的一天之后 22日星期一 纽约时报头版登出 货币提案 今天可能成为法律的重要新闻 这篇文章热情洋溢地称赞国会的效率 以这种几乎是前所未有的速度 联席会议修正了两院提案的差异 在今天早晨全部完工 这篇文章提到的时间段 大约是星期一的凌晨1点30分到4点 一个即将影响每一个美国人的 每一天生活的重要法案 就是在这样一种仓促和压力之下进行的 绝大多数议员根本没有来得及仔细阅读修改之处 更别说提出修正案了 22日凌晨4点30分 最后的文件被送交打印 7点整进行最后的校对 下午2点打印好的文件放在议员的办公桌上 并通知下午4点开会 下午4点会议开始 6点整最后联席会议提交报告 此时大多数议员已经去吃晚饭了 会场上的议员寥寥无几 晚上7点30分 格拉斯开始20分钟的演讲 然后进入到辩论的阶段 晚上11点开始表决 最后以298对60票获得了众议院的通过 23日 圣诞节的前两天 参议院表决以43对25票通过了美联储法案 维尔逊总统为报华尔街的知遇之恩 在参议院通过美联储法案 仅一个小时就正式的签署了该法案 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顿时一片欢腾 林德伯格议员在这一天对众议院发表演讲 他说 这个法案授权了地球上最大的信用 在总统签署这个法案后 金钱权力 这个看不见的政府将被合法化 人民在短期内不会知道这一点 但几年之后 他们会看到这一切的 到时候 人民需要再次宣告独立宣言 才能将自己从金钱权力之下解放出来 这个金钱权力将能够最终控制国会 如果我们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不欺骗国会 华尔街是无法欺骗我们的 如果我们拥有一个人民的国会 人民将会有稳定的生活 国会最大的犯罪 就是它的货币系统法案 这个银行法案 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立法犯罪 两党的头头和秘密会议 再次剥夺了人民 从自己的政府得到益处的机会 银行家们对这个法案是好评如潮 美利坚国家银行的总裁 奥利弗热情洋溢地说 这个货币法案的通过 将对整个国家带来有益的影响 它的运作将有利于商业活动 在我看来 这是一个普遍繁荣时代的开始 美联储的始作俑者 奥尔德里奇参议员 在1914年7月独立杂志 对他的采访中透露 在美联储法案之前 纽约的银行家 只能控制纽约地区的资金 现在他们可以主宰 整个国家的银行储备金 经过与美国政府一百多年的激烈较量 国际银行家终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彻底控制了美国的国家货币发行权 英格兰银行的模式终于在美国被成功地复制了 许多年以来 究竟谁拥有美联储 一直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 美联储自己总是含糊其词 和英格兰银行一样 美联储对股东的情况严守秘密 众议员赖特帕特曼 担任众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主席 长达40年 在其中的20年里 他不断地提案要求废除美联储 他也一直在试图发现 究竟是谁拥有美联储 这个秘密终于被发现了 美联储的秘密一书的作者 尤斯塔斯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 终于得到了12个美联储银行最初的企业营业执照 上面清楚地记录了每个联储银行的股份构成 美联储纽约银行是美联储系统的实际控制者 他在1914年5月19日向货币审计署报备的文件上 记录着股份发行总数为203053股 其中洛克菲勒和库恩雷波公司所控制的纽约国家城市银行 拥有最多的股份持有3万股 这批摩根第一国家银行拥有1.5万股 当这两家公司在1955年合并为花旗银行时 他拥有美联储纽约银行近四分之一的股份 他实际上决定着美联储主席的候选人 美国总统的任命只是一枚橡皮图章罢了 而国会听证会更像是一场走过场的表演 保罗沃伯格的纽约国家商业银行拥有2.1万股 优罗斯柴尔德家族担任董事的汉诺威银行拥有1.02万股 大通银行拥有6000股 汉华银行拥有6000股 这六家银行共持有40%的美联储纽约银行股份 到1983年 他们总共拥有53%的股份 经过调整之后 他们的持股比例是 花旗银行15% 大通曼哈顿14% 摩根信托9% 汉诺威制造7% 汉华银行8% 美联储纽约银行的注册资金本金为1.43亿美元 上述这些银行 究竟是否支付了这笔钱仍然是一个谜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 他们只付了一半的现金 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 他们根本没有出任何的现金 而仅仅是用支票支付 而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美联储的账户上 只有几个数字的变动罢了 美联储的运作其实就是 以纸张做抵押 发行纸张 难怪有的历史学家 讥讽美联储银行系统 既不是联邦 又没有储备 也不是银行 1978年6月15日 美国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 发布了美国主要公司的利益互索问题的报告 该报告显示 上述银行在美国130家最主要公司里 拥有470个董事席位 平均每个主要公司里面 有3.6个董事席位属于银行家们 其中花旗银行控制了97个董事的席位 GP摩根公司控制了99个 汉华银行控制了96个 大通曼哈顿控制了89个 汉诺威制造控制了89个 1914年9月3日 纽约时报在美联储出售股份的时候 公布了主要银行的股份构成 纽约国家城市银行发行了25万股票 詹姆斯斯蒂尔曼拥有47498股 GP摩根公司14500股 威廉洛克菲勒1万股 约翰洛克菲勒1750股 纽约国家商业银行 发行了25万股票 乔治贝克拥有一万股 GP摩根公司7800股 玛丽哈里曼5650股 保罗沃伯格3000股 雅各布西夫1000股 小GP摩根1000股 大同银行乔治贝克拥有13408股 汉诺威银行 詹姆斯斯蒂尔曼拥有4000股 威廉洛克菲勒1540股 1914年美联储建立以来 无可辩驳的事实显示了银行家们操纵着美国金融命脉 工商业命脉和政治命脉 过去如此 现在仍然如此 而这些华尔街的银行家 都与伦敦城的罗斯查尔德家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银行家信托公司的总裁 本杰明·斯特朗 被选为第一任美联储纽约银行董事会主席 在斯特朗的控制下 联储系统与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 形成了互所的关系 本杰明·斯特朗 作为纽约美联储银行董事 于1928年突然死亡 当时国会正在调查美联储董事 和欧洲中央银行巨头们的秘密会议 而这些秘密会议导致了1929年的经济大衰退